虾开心 网友开心吗 你很开心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鸡汤 喝点吧 听说前几日你在方氏受了委屈 我去给你报仇 可好 报什么仇 我去砸了方氏的殿 替你出气了 苏文宇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我说我要去砸了霓裳的殿 霓裳已经死了 不管你砸什么 都与他无关 跟我互惠 那你说 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与你有关 才能让你清醒一点 你做什么都没有 给我砸 诺 干什么你们 光剑花是打我们招牌 又没有枉法了 我给你们拼了 夫人 我给你们拼了 夫人 夫人 你疯了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方氏封殿却不关殿 有违仇不厌行头会之力 因此派我来上后 把方氏彻底赶出京城 官府并未发文让我关殿 你们苏家怂恿行头会作恶 我要去告你们 对 我们告你们 你们方氏扰乱秩序 有伤风化的案子 在官府是贝勒底的 你去告我 看有没有人理你 进去给我砸 走 我看你们谁敢动 我给你们拼了 别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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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谁敢砸 露往殿下的铺子 别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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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方氏之一铺从今日开始 便是我洛王府的家产 谁敢动他一块砖 一片碗便是与我洛王府为敌 将由官府继续纠查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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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王爷有令 在他回来之前 谁都不能动方式 舅舅 你们就可以放心了 多谢 多谢 谢谢小秦姐姐 这是王爷让我转交给你们的信 这是王爷让我转交给你们的信 以后有什么事儿 尽管来陆王府同学 我能帮你们的一定会尽力 那小秦姐姐 那些来砸店的人 咱们就不追究了吗 王爷有令 在他回来之前不可轻举妄动 让他们也肖战不了几日了 你们就放心回屋去吧 是 是 谢谢小秦姐姐 多谢小秦姑娘 抬起来 走 舅舅舅妈 是承天的心 承天的心 原来承天和霓裳他们真的还活着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西州 都欧阳公子和小鹿一起 太后 太后 承天还说 他们在西州遇到了一位中原大夫 禀诺这能给霓裳治好手上和脸上 霓裳脸怎么受伤了 看来 他们是真的遇到杀手了 承天和霓裳 他们能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姐姐 我的伤何时能好 妹妹别着急啊 我夫君说了十日之期 这不还没到吗 要上好了吗 已经上好了 先热高再冷高 剑戈衣炷香的功夫 知道知道了 这点小事都有你提醒 那我这个神爷娘子岂不是白当了 那药熏灯呢 点上了吗 差点给忘了 该打该打 顺便取熬一碗山菊羹来 嗯 知道配什么吗 配 海 海棠早茶 早晚服用 好 去吧 我先去了 谢谢将大夫提醒 那人行事鲁莽 让姑娘见笑了 姐姐心地善良 说话爽快 霓裳甚是喜欢 那人虽不拘小杰 但为人直爽 待人大方 姑娘有什么需求 尽管找她便是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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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